有同安全扣環 爸爸可能要壓一下 才有辦法把這個門打開 但是小朋友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麼靈活的馬上把它打開來 所以可能在小朋友還沒完全配置之前 爸爸媽媽就已經確認先注意到他的狀況 那在冰箱的部分也是 使用安全扣環的話 必須要壓壓拉開 才有辦法開出這個機箱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對小朋友的安全會比較有辦法